我们只要相信了这部阿弥陀经 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就能得到十方诸佛的赋念 那么佛是不妄于者 不义于者 不狂于者 那么我们得到十方诸佛的赋念 尤其得到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 愿力的赋念保护 那接得不退转 你恶乐多了三个三个 好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丛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这还是正中分的最后一段 从劝发愿 就是第二次劝说了 那么我们体会这种劝勉 都是非常殷重 佛心切切切 那么释迦牟尼佛又重新呼唤 射利佛 我见势力故说此年 佛说我见 这是佛 是具有五眼原名的 不仅具有肉眼 还有天眼 有慧眼 有法眼 能够撤之 能够撤之 法界一些势力 因果的 这么一个 一些种制度 他属 限量 清贱的 一桩大事 势力 就是前面所说的 这些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以及劝勉大家 发愿求往生 以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利益 这个大利 这根《无量寿经》讲的 会议众生真实之力 是遥相福一笼 这种利益 是站在给予众生的层面 去讲的 佛讲经说法 没有利益的事情 不会去讲 所以不是无利益 而是有利益 不是一般的人天福报的利益 是触世间的 法的利益 不是一般触世间的 法的利益 是触世间上上之法的利益 就是不可思议的 功德之地 用这个话来反面 衬托 如果不愿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有大的审慨 那么这个大利 我们也常常是 不会有很真切的感觉 到底这部《阿弥陀经》讲的利 利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无动于衷了 如果是有大的利益 跟我们密切相关 那我们这种求往生的心 恳切念佛的心 那就如绝江河 佩然莫遇啊 没有到这个程度 说明我们对这个净土之大利 还是隔磨的 那么我们有必要跟通途的教法 加以比较 可能更能理解这个大利在什么地方 通途教法 一般讲修行呢 首先要见到 才能修到 才能正到 那这个见到就是要开悟了 在中门要大车大悟 在教下要大开圆解 就是认识路头 知道怎么修 要开悟 那么这种事情 开悟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 开悟都很难 就是见到很难 那净土一法 首先在最难的这个 见到这一关 就有一个巨大的转换 就是以阿弥陀佛的开悟 作为我们的开悟 这就是前面 这个佛告长老舍利佛 直接谈到的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度 有世界明月极乐 彼土有佛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这段话 是释迦牟尼佛 开悟的境界 是佛的知见 如果我们从信心下手 直接就能够接纳 佛的开悟的境界 佛的开悟的境界 得到之后 就听佛的话 信愿持民 所以开始就省 省去了见到的物门 如果在通土教法 你不能见到 那都叫盲修瞎恋 然而净土法门 你从信佛的二游 以及这部经的信愿持门下手 它就是一条光明的 正修的捷径 那通土教法 他见到之后 开始修 修戒定慧 六度万恨 种种的行门 他最后一定要开发智慧 因为智慧才能杀烦恼贼 才能物证他本有的佛性 那么净土一法 他能开智慧固能好 不能开智慧 他也照样可以了脱 因为它是代言往生的法门 你一点戒定慧的能力都没有 但是可以到十宝状怨 阿弥陀佛的岔土去 所以结果也不需要 一定要开会 再就是通土教法 一定要忏悔业障 只要有业障 他就会障道 他就不得其妙入 所以为什么大家老是提问 一定要怎么忏悔业障 怎么烟群在主 没有 通土教法是讲这个 但是净土一法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法门 你捏障很多 但不要紧 就好像这块石头 石头放在水里要存下去 那是决定的 但你这块大石头 放在一条船上 它就不会存下去 所以我们的涅障 就像这块石头 但是放在阿弥陀佛大院船上 它就存不下去 它就可以从生死的死岸 运载到解脱的彼岸 所以不要求忏悔业障 但是我们还是随缘消就业的 能消多少就消多少 消不了的也没有关系 阿弥陀佛大院船 给我们做个保证 再就是通途教法 一定要断烦恼的 比如建活的八十八品 建活的八十八史 失活的八十一品 如果有一分还没断 你都出不了分断生死 三界 但净土法门 你就是一品烦恼都灭断 哪怕是五尼十恶的罪人 你只要信任辞民 可以横抄过去 横抄三界 不需要断烦恼 为什么这是末法众生的 一条解脱的光明大道 就在这个净土法门当中 把这些跟通途教法 通途教法完全不具备的 在净土法门具备了 这样我们这些断不了烦恼 一掌深重 也开不了物 也开不了智慧的 罪恶生死凡夫 就在这个法门当中 得到了拯救了 而且他下手 又特别简单 只要你支持名号 你支持名号 就等于支持了 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名号 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等于往生到了 十方无量无边的chart 所以大阴往生 一去就能够在凡圣同具土 跟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就圆龙上三种净土 深到凡圣同具土 就等于深到了方便 有余土 十报庄严土 苍几光土 于这些等觉菩萨把手重行 圆正三种不退 就是阿皮八字 马上得到一身补助 很快成佛 所以这就是净土法门的真实大力 那么这个真实大力是 我们凡夫不知道的 声闻原觉也不知道的 等觉菩萨也都不知道 只有佛 车正与法界的真相 就是正到了 阿尔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时候 他才有能力 有资格说这四句话 四个字 我见势力 一切的 等觉菩萨以还的圣贤 是没有能力 说这句话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把他清正限量的 这种 见到的这个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 大愿给一众生的真实大力 就在这里 和盘托出 故说此年 那这个利益 我们还要看到 上次讲的 灵命忠实的利益 在通途教理当中 你靠智力 在这个着恶的会土 修行 别说一般修行 功夫不得利的 就是大修行人 在生死关头 都难以做主 这点是我们要 高度重视的 你看我们中国的 中门教下的那些 这个大修行人 往往就在这一点上 单搁了 这个禅宗里面 有一个公案 这个禅宗十双禅师 禅宗十双禅师 是尊俗大佬了 他原集之后 大家就推举首座 叫太首座 继位座主持 那么十双禅师 他有一个侍者 叫九逢前禅师 这个他的侍者是很厉害的 是开悟了的 就开言了的 他在旁边就说 当他要继位座主持说 如果你要继位座主持 首先要明白 先师意 先师就是他们共同 拜十双禅师为师 要先师意 你要会 这个太首座说 他都是很自信的 这个中门下的人 是参禅 他先师有什么意 我会不得呀 好 这就是要堪念了 九逢前禅师 他就堪念他 是不是他会 会得了这个意 他说先师在生的时候 常常教我们几句话 叫修去歇去 并冷咎咎去 古庙香炉去 一条白链去 万年一念去 他在去 好 所以我其余的都不问 什么是一条白链去 这一问 这个太首座 他就回答 哦 这是 只是 阐明 一色边事 说明一色边事 这一回答 这个九逢前禅师 就知道他 他的底细了 就马上一针见血地说 原来未会先师 你没有会到先师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还不够资格做主持 做主持要开堂接种 你自己都没有开悟 你不是要误导众生吗 这样对于太首座 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当做大众的面被堪念 下不了台啊 下不了台 他就说 装香来 就是点香 点之香 他就说香烟烧完之处 我如果去不得 即不会先师意 左右的比丘赶紧 就点上香 太首座就在一打坐 香还没点完 他真的就走了 走是走了 九逢前禅师 就抚慰着他的背说 坐托立王 即不五 先师意 为梦见战 虽然你有坐托立王的功夫 但是先师的意 你梦都没有梦到 所以他的功夫是了不起 连先师的意 都开悟都没有开悟 更何况断见或失货 那就更遥遥无奇了 这个禅宗这方面例子是太多了 这个净土石药里面 他也登了一个这样的公案 就是禅宗在江西都是自古以来非常兴旺发达的 很多祖庭也在江西 但是江西有一个陈公 也是老禅师了 这个开悟了的 他就住山 从来不到世间上来 坐下有七个弟子 跟他发誓终生跟随他 来习禅 其中一个年纪最小 但是他这个悟性很高 这个成功呢 就勘念三观语啊 这个过三观了 勘念三观 他这个回答非常敏捷 都是这个非常到位 不幸这个禅师呢 这个年轻的禅盒子 他早已去世的比较早 他就生到什么地方呢 到山下的一个老百姓家里投生了 他去的时候 那个父母都有梦 梦见他过来 真的是 生下来五岁 就是童年的时候 悟性就很高 只要看四十五经 只要看一遍 就能背得下来 非常充盈 所以他的父亲 就把这个小孩子 带到山上来见成功 成功就问他 因为这个他父母告诉他 这个小孩就是你山上的某个某个 比丘下来投生的 这个成功就问 说你前生 曾经回答我三转鱼 现在你还记得吗 这个小孩子说 那你说说看 这个成功就把这个 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这小孩子点点头 是我的语言 他都不能点头是他的语言 所以这个成功就知道 他是他的徒弟转世的 如果转世他就告诉他父亲 你好好的把他抚养好 这是个人才 但是其他的试院的一些 生人听说的这种事情 这就挖人才了 就给他的父母 给了一大笔钱 求这个小孩子 到他试院去做沙米 出家 他父母也就 得了一大笔钱 也就同意了 他就到另外一个试院 做沙米 这个试院就让他洗繁备 唱念 唱念他很快学得很好 人也长得很庄严 然后就到处应付感金颤 这些感金颤钱就很多了 钱很多他的骄傲奢侈的心 就起来了 所以行为上极为不减点 世间上的什么不法的事情 他都做 变成了个这样的人 这个事情 对陈公老禅师知道了 他就常常以这个作为例子 告诉所有的学禅的人 说大凡学禅人 于静定处得个欢喜处 这只是城牢乍兮 汇光扫现 是汇光扫现 但这不是究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巴斯田中无名的 涅里种子还在 所以得点汇光显现 就好像炉石头压草 就是这样 如果把这个石头扳掉了 这个草又起来了 所以靠这个 想鸟山托石 太难太难 如果这些人 能够相信了念佛法门 以他这种 每天这禅河子 都很精进修行的 以他那种刻苦精进修行的 这种功夫 以及他这样的悟性 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他们这些人 都是上品上神 所以你看自古以来 这些修净土法门的人 就显得比较自在了 往生的时候非常从容 了生托石 清代有一位和尚 挺有意思 他叫称为东瓜和尚 东瓜和尚就是 他喜欢吃东瓜 在一个不大的事业 华银庵在那里住 平时也不大讲话 但他有一个特点 喜欢逛街 你看东瓜和尚 每天逛街 人都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是不是出家 这个出家是不是修行 都对他有一定的畸形 他有一个同参道友 就是他附近的寺院 的同参道友叫慧照 两个人常常有来往 这个东瓜和尚有一天 告诉慧照比丘 说我真月初六要走了 你来送我一送吧 到了初六那一天 慧照比丘就到了华银庵 一看 东瓜和尚刚刚一个居士 请他赴灾 刚刚回来身体很好 刚刚回来 这个东瓜和尚看到慧照道友在 他说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个慧照比丘笑一说 你不是跟我有约定吗 要我今天来送你啊 这个东瓜和尚听到 哎呀不是你这说 我差不多都忘了这个事 他说忘了这个事 他马上就沐浴 沐浴好了 就礼佛 就跟慧照比丘说 我要走了 走之前不可没有一个记子 我跟你写下来吧 就写了个记子 写完记子放下笔 念佛就走了 这个记子是四句话 叫 终日走街坊 心中念佛忙 世人都不识 别有一天堂 你看这个东瓜和尚 好像他不怎么修行 仰靠佛的欲知实至 我们说净土法门 他修得清净 是那欲知实至 欲知实至就是 阿弥陀佛在梦中告诉 或者观音实至 告诉日期的 所以他就是身体非常健康 很潇洒地走 这比那个太守座的那个走 那就是不止天狼之别了 因为太守座 虽然他坐得走 他不知道到哪去了 还在轮回里面 这个东瓜和尚走 他是走到极多世界去了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临命忠实来劫引我们 这是治理法门没有的 这就是大力 所以 薛迦牟尼佛 他见到了这个大力 他的悲心 时时存在 内心要随时想说出来 但是要等待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大家的善根 能够相信这个时候 那就不时时机的 赶紧称信来说 故说此年 这个故说此年 释迦牟尼佛等了多久啊 好不容易等来了 等来的这个 千生万劫难以 成熟的这一时啊 所以佛赶紧说 无问之说 所以说出来 佛当然是希望 若有众生 若有善根 福德深厚 有缘分的众生 文性 文士说者 就是听闻到上面 所说的 这样往生的利益 就应当发愿啊 应当啊 不能听听而已啊 一定要落在实处 应当啊 从内心发出 肯切地求生极乐世界的愿啊 身比国土 这个我们体会 释迦牟尼佛 真是婆心切切啊 这第二重全民 劝民我们发愿 这也说明我们的愿 很难发得起来啊 如果一天就能发愿 那就像这个梁马 见到鞭子的影子 他就跑得很快啊 但是我们是顿马啊 所以一定要鞭子抽 而且抽得很厉害 而且抽得出血 他可能才跑一跑啊 所以这是一共有四重发愿 这个劝民 这是第二重 所以这种事情 真的 则有那些什么 这些上根立字 一听才能当下丹合 所以为什么 自古以来 像马民 龙树 天青 我们中国的 像慧元 志泽 永民 这些廉词 偶一 这些大根基人 一听了之后 丹合得去 还有车悟大事 车悟大事最后 为什么车悟 四处是间思维变 不念弥陀更念谁 大事大悟 就体现他这个两句话 他才能够信得极 直下承当 其余的有四字变充 心意识很发达 逻辑思维很发达 包括通宗通教的 对鲁家学生很懂的 他用他的逻辑思维 去思量这种 净土的大力 他就越思考 他就越觉得难以相信 曾经有一个法师 他劝一个居士 他也是一个很有文化人 叫他赶紧对净土法门了解一下 给他读净土经典 过了一段时间就问他 你读了以后怎么样啊 这个文化人 我读了以后觉得 这个太 我读了一头雾水 我只相信经典当中的四个字 这确实是男性之法 我相信我信不及 他就相信男性之法 他确实是 所以知识分子有时候是很难相信的 他习惯用逻辑思维 这逻辑思维考虑 你证明有你考虑的余地 没有你思维的余地 越思维越觉得哪有这个事啊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道理的事情 他会想到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你越考虑就离得越远 还真的不如愚夫愚夫 他就不考虑那么多 他就从养性开始 觉得人生很苦 佛很慈悲 佛不骗我 佛说这个有大的利益 我就老是去念 这就专门念佛 承认自己智慧不行 承认自己不理解 但是我从信心下手 他就老是去念 这种老是念 就能够潜通佛制 暗和道妙啊 这个名号里面就有 阿弥陀佛的智慧啊 你在自心恳心的念当中 你就跟阿弥陀佛的 无量光的智慧沟通啊 这句名号就是实相啊 就是实相的大道啊 你每天都住在实相当中 都住在无上正真之道当中 你就暗和了 离一切语言相 离一切心缘相啊 跟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大道沟通啊 所以你看那些余夫余夫 那真是实际上是善根深厚的人 大致若余 余不可及 我们大家都应该 与余夫余夫自居 比较好一点 住不了像马民龙树 智者天青 天青智者这样的大智慧人 我们至少可以住下鱼之人 为上至于下鱼不宜 从这里下手 好 请看下面 师弟佛 若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功德之地 东方亦游阿楚彼佛 须弥相佛 大须弥佛 须弥光佛 妙音佛 如是等恒河沙树 诸佛 各于齐国 出广常识相 遍復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 当信是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 所赴念经 好 请看这个 这是第三部分 流通分 流通分分三个层面 劝信流通 劝艳流通 劝行流通 那么这段文句就开始 劝信流通 前面说过 这个净土一法 他的信向 他的信向事理 因果 法门的建立 都是阿弥陀佛的果决 所流现出来的 全体都是实相的展开 在前面 佛知道众生 问不出来 梦不到 所以无问之说 无问之说的这个法门 在流通上 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够有资格流通的 为佛与佛 方能就近 于是这个法门 也只有 为佛与佛 坎坎坎坎流通 那么下面讲的六方诸佛 这样的流通 也是来自于 阿弥陀佛的 一个第十七院 诸佛称探院 阿弥陀佛 他深知这个法门 要流通开去 一定要找到一个 很好的传播者 他就找十方诸佛来传播 所以他这个愿就发起来 舍我得佛 十方世界 无量诸佛 不惜知觉 称我明哲 不取正觉 这法上菩萨在他的 因地就把这个功能作用 给他预先设定好了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的诸佛 都会称阳赞叹 我明号的功德 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 我就不成佛 那真的当法障菩萨 圆满大愿 制制而成 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十七院就在果地上展开了 于是十方诸佛 都称阳赞叹 净土法门 弥陀的功能 所以 阿弥陀经的 每一段文句 都跟四十八大愿的 这样的息息相关 这里看到它的果 果上的现象 实际上都有因 不是空穴来风的 那么 首先是 阐明 十方诸佛 共同赞叹 十方诸佛 玄章大师翻译的是十方 吉姆罗斯翻译的是六方 吉姆罗斯大师 他是知道我们中国的众生浩减 所以用简单 六方的方式来涵盖十方 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 还真的被他看得很准 所以我们都喜欢念六方诸佛 首先是东方佛战 释迦牟尼佛 所有施利佛 如我经则 就是向我现在在这个奇缘法会上 来称阳赞叹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 比如横超三界 不需要断烦恼就能去 在念不退当中 顿然超约 四十一个阶梯 快速成佛 只要专持名号 不需要其他的参禅 观想等等其他的方法 直接就能够植入如来地 极乐世界的涅槃的境界 而且时间不需要多生多节 这样的时间 一日或若一日或若七日 时间也很短 你看 若一日到若七日 只要往生都成为阿皮八字 这在这个通途教理当中 它是怎么样也是想不通的 我们说一个初发心道成佛 三大阿僧企节 三大阿僧企节 它是怎么分的呢 在这个天台的 这个别教的叛分里面 藏同别人别教叛分里面 你前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李吉佛 明治吉佛 哪怕你在明治吉佛开悟了 他都说 都没有进入三大阿僧企节的底线 一定要在十性位 就是进到初性位 才开始你作为阿皮八字的一个起点 那么从十性位 十性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这个几个就是贤位 是要经过一大阿僧企节的修行 然后到了初地菩萨 到七地菩萨 这是两大阿僧企节的修行 能够到达七地菩萨 从八地到等觉庙觉 再经过一大阿僧企节 是这样来算三大阿僧企节的 那么 如果你没有到一个底线的 这样的位置上 那修行 可以说就不是三大阿僧企节 那就是动经五量节 又五量节的修行 因为你没有 你会退转 所以在净土法门当中 它的时间是这么短 若一日或若七日 实际上在十八院当中 就是十念 十生乃至一生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不能用一般的思维去思考 不能用一般的语言去讨论的 那么 再就是你念一个佛门 不仅得到两土四尊 释迦和弥陀的赋念价值 而且也能得到 十方诸佛的赋念价值 那么这样的不可思议的 功德之力 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 发的大愿 以及由愿起的大行所成就的 所以它全体的利益 就称为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从这句话我们也要体会到一个道理 净土法门 它全体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可思议 或者称为大不可思议 所以很多经年讲 极乐世界的国土不可思议 神童妙用不可思议 讲经说法不可思议 然后能相信这个法门的人 也是不可思议 所得的果报 更是不可思议 所以它全体都是一个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完全不要用心意识去考量它 不能用通途的那种因果法则 去考量它 它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因果律的 它是以阿弥陀佛的果地诀 做我们众生的修行因的 是在因心果决这样的互动当中 去体现大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初世间的功德之力 那么释迦牟尼佛是由于 亲证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以它的奔心来宣说 那在这里 依佛来说 还怕余晖的大众信不及 所以释迦牟尼佛还来转引 他方世界也有无量的诸佛 也在说赞叹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 那么这段话在住进家里面是 到底这些六方佛是在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的时候 来赞叹证明呢 还是这些族佛在自己的插图 来自己在宣说这个阿弥陀经呢 那通过这个东方亦有亦有这个字来推断 还是是这些佛在自己的插图来讲阿弥陀经 当然你把它又理解为 在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时候 这些六方族佛也在深处广大世界上 来证明也未尝不可 但主要还是这些族佛在自己的插图 宣说阿弥陀经 这里六方佛站在东方就提出了五尊佛 五尊佛我们看这些名号 举出方位的时候 一般会首先先举东方 东南西版 东方是在季节当中表明春天 万无生长之处 在方位是表东面 东面你看这个周易的这个东 所以正卦 正卦是下面一个阳窑 下面两个阴窑 这个正说明它是动的 是群动之手 群动之手它是代表智慧 有生长的功能 智慧有生长的功能 你看东方动的地方 首先举出的是阿楚匹 阿楚匹佛 阿楚匹佛正好意思就是不动 这个意思大家体会 一个群动之手的地方 安了一个不动的佛在那里 阿楚匹 那么这个不动是法身不动 没有千变 在世相上 这尊佛也不为世间的八种 八风所动 所谓的利衰毁育 称激苦乐所动 也不为有无二见所动 那在动的地方 它不动 这就是极动极静 在万变当中 它不离本中长极的自信 所以成为不动 我们看到这些佛名 要体会 佛有无量德 它当然也有无量的名称 这个名称 不是佛要有一个名称 佛是离开这些语言像 名像概念的 但捏这些名像 它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 所以佛 或者是它因立的因形的特点 来立佛号 或者以它果德的特点 来立佛号 或者是由它的愿 愿的特点来立佛号 或者是应众生的 这种教化的方 宗旨方法 来立佛 佛的名号 所以这个佛的名号 也是一切微信照 是我们心识变现出来的 我们体会佛的名号 对我们是有一个 很好的启示的 比如我们的本尊 本师 释迦牟尼 它为什么会叫释迦牟尼 它就是代表着一种教学的方法 通着教学方法 知道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特点 释迦是能仁的意思 仁爱 仁仁 谋尼是寂寞的意思 寂静的意思 那就用这个能仁和寂寞 来作为教化的方式 通过这种教化的方式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是缺少人爱心的 慈悲心很薄的 所以要 是这样 我们这个世间心 非常散乱的 心源一马的 所以一定要寂寞 修定 自信一处 引发它的善德 所以用释迦牟尼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手法 展开它的教法 那么我们看东方这五尊佛 在动的地方竟然不动 动得太厉害是无名之相 我们从阿索匹佛 我们要回宫返照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是一个动荡的世界 这个工业化文明 工业化以来 科技 市场 它都是动得很快的 节奏感非常快 科技发明 没几秒钟就有一个发明 又制造一个新的产品 所以你到这个商场当中 去看各种产品 搞得是眼花了乱 实际上这些东西 也是我们一般的生活不一定需要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它要创造种种的东西 来引发你的欲望 那你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都淘妖宝吧 淘口袋 可能口袋很不多的话 就琢磨着赶紧赚钱吧 这就是以消费 促进生产 促进经济 以消费就是鼓动你的消费的欲望 所以我们心就很动 动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世间修行就很困难 但是修行一定要不动 一定要不动 你这个水太浑浊了 你动得很厉害 你就是浊水 浊水你就一轮月亮在那里 永远你在水里面显现不出来 你的心动得太厉害 你念这个符号是体会不到伐喜的 因为符号当中有无量寿 无量寿就是不动 但是你老是动来动去 你就没有办法跟无量寿进行沟通了 所以这就是阿楚匹佛 虚弥相佛 虚弥相佛是从佛的相望来说 佛的相好庄严就像虚弥山一样 是一切人天二乘菩萨的相 所不能比你的 就像虚弥山那样的妙高 大虚弥佛 这是比喻佛的德性 像虚弥山那样的高广 虚弥光佛 表明佛的光明 就像虚弥山可以变造一切众生的心田 妙音佛表明 这尊佛所宣说的法音 非常圆龙微妙 能够称合众生的根基 或者如来一音而说法 众生随内阁得解 这就是妙音佛 所以这个东方诸佛 这代表自信的智慧不可穷尽 这就是东方恒河沙佛的意思 那么这些恒河沙是表明 沙非常像面样的细 一般用恒河沙术表明数量之多 比喻数量之多 那么这些祖佛 以这五尊佛作为代表 但是是恒河沙的祖佛 各一齐国 就各个在自己的所住持的 那个刹图 出广昌十项 注意这个十项是 广昌十是三四二项之一 广是说明这个舌头的宽度 广 长是说明这个舌头的高度 那么我们一般凡夫的舌头 称为三寸之舌 为什么三寸呢 一天到晚不弄是非 所以有时候舌头还伸不到口腔里面 所以我们是讲了很多假话 就是三寸不难 如果有三寸没有说一句假话 他的舌头可以舔到鼻尖 大家可以试试 舔不到鼻尖 说明我每天到晚讲假话 如果三大阿神起节没有讲假话 就是也不妄语 不启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他的 就是口也清净 他的舌头可以伸到法际 覆盖面部 所以佛陀在这的时候 当他说了一些佛经 一些外道不相信的时候 表示怀疑的时候 佛就把舌头覆盖面部 这一覆盖 这些外道伯伯们 他们都是经典当中都知道 有这种内向的人 是不会说假话的 所以他就会相信 好 那么证一件小事 可以伸到鼻尖 或者伸到法际 但是要证一件大事因缘 那可要遍幅三千大千世界 在法华经里面 为了让大家相信 开权显示 慧山归一 这个摩合言之法 释迦牟尼佛也首先 现出这个内向 它是以常来显现 这个舌头伸出来 伸到了大凡天的宫殿里去了 是垂直伸去的 那么净土法门 它也是要表达一个圆顿的大法 这是大事因缘 所以要证明这个 那是舌头是变幅三千大神世界 三千大神世界就是一个佛所住持的岔土 万亿个日月 须异三千大神世界 是这样广的程度 那你看当十方的众生看到这样内向的时候 他马上相信这个佛来证明的事情 那绝对不会有假的 他不仅就是三大阿尊奇节没有讲假话 那就是微诚节又微诚节没有讲过去假话的人 来证明这种事情的是真实的 所以可见这个净土一法 它的因缘不是小可了 所以这些诸佛都说诚实以诚 就是真诚不虚假的语言 来劝勉他坐下的这些地 是奴丹众生 当信应当相信是 就是真诚就是指示代词 那么下面这十六个字 就是这部经典的经名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属父念经 这就是经名 玄奘大师把这个十六个字翻译成 称赞净土佛社所经 金木罗斯大师就直接翻译 佛是阿弥陀佛 所以东方祖佛劝他的这个 以这样的内向来劝勉大家 愚众的弟子 相信这部经所展示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信愿持民求生尽土 得到的阿批八字 一生补出的殊胜的利益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好 请看下面 摄地佛南方世界 有日月灯佛 明文光佛 大雁间佛 须弥灯佛 无量精进佛 如是等恒河沙树族佛 各一齐国出广长识相 便服三千大千世界 说诚实言 如等众生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复念经 这是南方诸佛 又列出了五尊佛 日月灯佛 表明这尊佛具有三种智慧 三种智慧 这个日光可以破暗 有般若的意思 就叫一切智 月亮可以清凉照亮 夜晚有解脱的含域 明道种智 这个灯又可以 既日月照不到的地方 通于昼夜来照 不住两边 是中到第一地 有法生意 成为一切种智 所以这尊佛 就有这样的智慧 就叫日月灯佛 明文光佛 就这尊佛以他的名号 来度众生 也是名称谱文 如光明远照 这叫明文光佛 大燕坚佛 坚是代表全十二制 燕表明他的光明 有至正照耀的功能 所以商造这个四礼两边 如两间发焰 这就叫大燕坚佛 虚弥灯佛 这是说明这尊佛的大圆禁制 照亮众生的无明的黑暗 就像虚弥山上的那盏灯一样 顶上那盏就叫虚弥灯佛 无量精进佛 这是从他的行为来立明 他为了度化众生 无量节以来都不疲不厌不休息 就叫无量精进佛 这么南方一般是叫梨挂 梨挂是两阳阳在外面 中间一个阴阳 中间一个阳 急而常照 表明自信光明不可穷尽 这就是南方横河杀佛的意思 好 请看下面 摄地佛西方世界 有无量寿佛 无量相佛 无量传佛 大光佛 大明佛 宝相佛 静光佛 如是等横河沙树 祖佛各以齐国 出广长石像 辩幅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十年 如等众生当现世 称赞不可思议 功德 一切诸佛所复念经 好 如果我们以自己作为方位观想在西方又有无量无边的刹土 具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这些诸佛当中其中列出了七尊佛作为代表 首先列出了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 到底他就有两种说法了 原造林之说西方有无量无边的佛 这尊佛绝对不是法藏菩萨成佛的那尊佛 他有一个观念 如果是那个 他怎么能称赞自己呢 那么这个奎基大师 他是一个很浑厚一点的人 他说就是这个阿弥陀佛也无妨啊 他为了度众生转战自己的功德 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释迦牟尼佛他也常常赞叹自己啊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 不能以凡夫说自己夸赞来伐胜来那个 他佛度众生转战自己也没有关系 无量像佛说明这尊佛 佛以向好来度众生 向好无尽 一个佛有向好 说明他的福德无边 这个我们现在长相越来越丑陋 我们是没有修到福 说这个佛断了一切无名之后 最后一平身下无名断尽 还要用一百小节来修向好 修向好一百种福 百福庄严 就是你修到一百种福才能庄严一个向好 才能出现一个向好 一福等于什么呢 你比如把三千大天世界所有的虾子都治好了 这说明你修到了一福 这个修一福都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这个三十二项一项都没有啊 当然这个世间除非那些圣贤硬化的 当时这个梁武帝世间有一个志工禅师 志工禅师成为国师了 当时宫廷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师 画这个绘画的叫张胜尧 这梁武帝很恭敬这个志工禅师 就让这个画师来画这个志工禅师的像 那么志工禅师一坐在那里 不然把那个面好像用两手一撕开样子 显现的是什么像 是十一面观念像 或词或微或定或会 这个张胜尧这么一个很厉害的画师 没有办法下手 当然这是偶尔现现神通 就是志工禅师 无量床佛 床是表明这尊佛的功德像床一样高显 这个床也有屈邪显正的意思 他无量床佛说明那个时代 可能一些外道邪魔比较多 他要有显出这样的威德 无量床佛 大光佛 大光佛表明他的智慧光明极其广大 大明佛表明他的三种智慧光明 能破众生三祸的黑暗 宝相佛 这尊佛的像好苏特如珍宝一样珍贵 净光佛 这尊佛的这种光明非常清净 这七尊佛表明自信清净不可穷尽 是西方恒河沙佛的意思 这些佛都是从广成世界上 变佛 变佛就是变是普遍 佛就是遮盖 这个石头就 石头把这个所有的世界都遮盖得住了 来发出这样诚实的语言 努等众生 当信誓 这部经典的真实不虚 我们只要 要相信了这部阿弥陀佛经 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就能得到十方诸佛的复念 那么佛是不妄于者 不义于者 不狂于者 那么我们得到十方诸佛的复念 尤其得到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的 愿力的复念保护 那皆 皆得不退转 你恶日多了三点 好 请看下面 这是北方佛战 列出了五尊佛 第一尊是燕尖佛 燕尖佛刚才讲 真熟二帝元龙 商造二帝奴奸发燕 叫燕尖佛 最圣因佛 这尊佛讲经说法的因生 泛因生妙超圣一切 叫最圣因佛 说明这个刹图 也是以因生做佛事 耳根最利的一个刹图 蓝举佛 就是这尊佛所证到的法身 得到金刚不坏之体 是没有任何烦恼可以阻坏的 这个日身佛 佛的光明出现就好像太阳出身 能够自立立他 网明佛 这尊佛的智慧就像保网 变造众生 所以这个 这就自信寒舍 无有穷尽 是北方横河沙的意思 北方在我们 这个方位表冬天 冬是阻藏 藏起来 那么我们可能在南面生活 对冬天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了 但冬天对于一个人的生命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老是心往外走 一定要有一个季节 心要缩回来 要收藏回来 不要到外面去求 所以我们在丛林里面 修行着实在冬天 冬天不要轻易地外出 主藏 以静为主 那这个一切动物 它在冬天都要折服 要藏起来 到春天的时候 一身春雷震响 它才醒过来 对它很有好处 一个人的生命 你老是在外面 老是在外面 它是闪得太厉害 一定有一段时间收 收缩回来 这就是充电 收 收电自己 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热带的地区 也要有 在我们的感觉当中 要有一段时间 你把它想象成冬天 自己要静得下来 向内心去走 因为这个春 春天夏天的 都是向外发散的 这个冬天是向内收电的 我们要有一段收电的情况 也表明一切功德 不在外面 都在我们的方寸心源 所以众生的心 为什么叫奴来正 就这个道理 要向内去求 这叫 北方祖佛 这些祖佛也都生出广昌石像 遍幅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十年 如等众生 是他 坐下的这些众生 应当相信 这部经典的真实性 好 请看下面 经文 是立佛下方世界 有诗子佛 明文佛 明光佛 达摩佛 法传佛 慈法佛 如是等横河沙树族佛 各以齐国出广昌石像 遍幅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十年 如等众生当信是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族佛属父念经 那么我们想象 在我们的下方 在我们的下方 也有无量无边的插头 我们的一般的 这个世界的构成 是地面 地面下面就是水轮 水轮下面就是风轮 风轮下面呢 那风轮下面呢 就是下界的飞翔飞翔天 次地的下去 那有一个插头 两个插头 也有无量无边的插头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地底下什么都没有 地底下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法华经 从地下涌来了无量无边的菩萨 他们都住在地下 在那里寂静的修行 同时也在复念着地面上的佛法 谁能够传扬妙法莲华经 他们都来保护 所以下方诸佛又列出了六尊佛 狮子佛 说明这个插头 这种佛以威德就像狮子王 吹拂群兽 明文佛以他的名称谱文 无量是皆度化众生 明光佛 这个名称就像日光无数不疲 这个达摩佛 达摩就是法的意思 就是他所从法身显现的那种法 法有一个规范的作用 就是规矩 法则 法的精神 随缘里面 不是他的规矩 有原则性 现在如果我们达摩的功能显现不出来 这个世间就没有原则 没有规则 没有法的精神 就会紊乱 紊乱没有秩序的话 大家就会搞人情关系 就搞得越来越不平等 所以我们要通过达摩佛 把这种法的精神 把这种法的精神显发出来 法床佛 这种佛建树种种法床 持法佛 就是这种佛能够善于了达中道妙法 所以从下方来看 这个自信 侧之 弥生 不可穷尽 你在下方 你怎么去想象 他有不有个底 没有 有横河沙主佛 所以是下方横河沙佛的意思 这些下方的横河沙主佛 也搁在他自己的刹土 出广常神像 来劝勉大家 相信这部阿弥陀经 好 请看下面经文 摄立佛上方世界 有梵音佛 素王佛 上佛相光佛 大雁间佛 砸舍宝华 延身佛 说罗素王佛 宝华得佛 见一切异佛 如须弥三佛 如是等横河沙树主佛 各以齐国出广常神像 便服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十年 如等众生 当性是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 属赴念经 那么就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上面 上面也就是我们上面就 欲界天 设想天 乃至于飞翔飞飞翔天 飞飞翔天 上面就是有风轮 有水轮 有地面 那就是构成上一届的地居天 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天 这样的次第上去 那么这里也列出了上方的诸佛 作为代表 梵阴佛 这尊佛 阴神非常清净 没有扎染 梵阴佛也说明他所宣说的是一层法 不夹杂 人天二层的法 就叫梵阴佛 树王佛 树王就是心绪里面的王 指月亮 月亮能够照亮黑夜 就心绪中的王 这尊佛就在众生无明黑暗当中 给他照明 给他清凉 树王佛 相上佛 所以佛是圣中之圣 如相中之相 是正到了五分法身之相 无以伦比 叫相上佛 相光佛 就是这个相寒能发出光明 表明他断烦恼 得全十二字的德性 这叫相光佛 大焰监佛 这种大的智慧发出光明 伤照真熟二地 叫大焰监佛 杂色宝华 颜身佛 杂色就是种种不同的颜色宝华 这都表明菩萨的阴地的修行 樱花来庄严法身 这是从他修阴正果的德能 建立他的名号 梭罗树王佛 梭罗树是在印度 是树中之王 福音 福音面很大 而且非常坚固 这就表明法身无有便意 三界独尊 就像树王一样 宝花得佛 就是佛的德性 如珍贵的花 宝花 建一切异佛 说明这尊佛能够测进 法界诸法圣生的义礼 如须弥山佛 须弥山是众山之王 这尊佛的德能 超觉如须弥 所以这个就是表明 自信养之 对上方养之 高不可穷尽 是十方横河沙的意思 那么这一点 在《无量寿经》里面 也有相应的描述 那不仅是横河沙呢 那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有无量无边的刹土的 祖佛都在宣扬赞叹 阿弥陀佛的功德 当这些祖佛在宣扬赞叹 阿弥陀佛功德的当下 就有坐下的很多菩萨 都发愿要到极乐世界 去供养阿弥陀佛 这些祖佛都非常赞叹 就指示他们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去供养去文法 去得阿弥陀佛的受祭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展开的 为什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每天的天花不断 而且这个菩萨来来往往 那是非常盛大的法规 就是由这个十方之佛都在 说这个阿弥陀经 这些十方的菩萨都过来了 都过来以后 这些菩萨一到极乐世界 一看极乐世界这么庄严 这么妙善 阿弥陀佛这么慈悲 他也发起了无上菩提心 也发起了要建构 像极乐世界这样净土的心 所以阿弥陀佛一看 佛有他心头 一看他发起这个心 阿弥陀佛非常愉悦 非常愉悦 身上又放出直升的光明 变造十方世界 这些光明又收回来 就是收回来绕佛山杂 从顶门进入阿弥陀佛的身体 这样的一种放光内向 是什么内向 就是受祭的内向 受成佛祭的内向 所以当时观音菩萨一看这个内向 就赶紧来带我们来问 为什么佛有这样的一个内向 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梵音来宣说佛法 这个《无量寿经》有阿弥陀佛讲的法 其中有三个祭祭 绝了足法性 一切空物 满足足妙愿 地尘如是差 等等这些 你看这些菩萨一得到这样的受祭 那就更是法喜充满了 所以你看这都是 出现这样的盛况 也都是这个十方足佛 在自己的差土来劝勉的结果 所以足佛度众生 绝对是无我的 他不会想 你在我 你是我差土的菩萨声闻 你只能听我的 只能跟一个老师学 他不会这样 这个真正佛会介绍大家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跟阿弥陀佛去学 受阿弥陀佛的这样的受祭 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 能够让一切众生快速成佛 像文殊普贤 都要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 以善才同志为首的 华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僧大士都前往 所以十方无量为编的菩萨都去 所以释迦牟尼佛 也应了这样的一个 弥陀的大愿的成就的因缘 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娑婆世界 也在讲净土法门 而且五十都在说 不断地说千斤万能 处处只归 由于这样的宣说 你看最后佛 释迦牟尼佛就在说菩世界 就有六十七亿 不退转的菩萨 到西方极乐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些小型菩萨 往生者 那是不可计数 算不清 在座的周围 我们就说一小型菩萨的这个范围 也都可以去 不可计数的范围 所以你看这都是 这个场面都是非常灰红的 有时候看得真是眼花缭乱 但是我们一定要展开一种想象的翅膀 要把我们心量打开 这样的境界的红阔 就在我们身上体现 不要一看 无动于衷 看得还要打瞌睡 那也没办法 一岁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但华言经告诉我们 宁可下地狱 也得闻佛名 不可上天堂 不闻佛名字 闻佛的名字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讲 这些六方诸佛的名字 要简单讲一下它的内容 你光闻这六方诸佛的名字 就能够不退转于 俄罗多罗善美善不提 那么这些六方诸佛 不仅在阿弥陀佛成佛以后 以后称阳赞叹阿弥陀佛功德 实际上在阿弥陀佛 原成大院的过程当中 这些十方诸佛都帮得忙的 帮了什么忙 你看阿弥陀佛建立大院之后 在每一期的视线当中 他都要去供养佛的 都要听美真佛讲经说法的 所以这个大院的完成 都有十方诸佛的加持在里面的 不仅这个大院的完成 有十方诸佛加持 就是这个法障菩萨起见这个 这个四十八大院 这四十八大院的内容里面 都有十方诸佛的加持 于是这个净土法门 从开始到他的这个 这个果上的这个全过程 都有十方诸佛的加持 正因为有十方诸佛加持 于是能够听闻到这部经典的 能够按这部经典去念佛的众生 也能得到十方诸佛的复念加持 所以十方诸佛帮忙是帮道体的 全方位帮 而且是无我的 所以要体会到这一点 好 请看下面 圣地佛 圣地佛与主意云合 何故名为一切诸佛属妇念经 圣地佛与主意云合适 即闻主佛明哲 是主上男子善女人 皆为一切主佛之所互念 皆得不退转于 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事故事利佛 如等当信授国语 即诸佛所说 好 请看这个 这是真实经体 就是对这部经的题目 做一个解释 佛又重新 阿夫设立佛 与如意云合 就是你异地当中 你是怎么认为的 为什么这部经 称为一切诸佛属妇念经 这部经 经题是十六个字 但前面已经对这种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这八个字已经做了解释 现在就对下面八个字 做解释了 为什么这部经 称为一切诸佛属妇念经 那么释迦牟尼佛知道 涉地佛肯定也回答不上来 因为这完全是佛的境界 只有佛才能够 究竟了达这个法门的 所以然 所以但是 就等于自问自答 问真问下 然后佛自己回答 但是通过这种表述方法 要让他深入思维 虽然你回答不了 你要思维一下 不愤不起 不飞不发 那你思维你不了解的 思维不出的时候 再跟你一讲 他就更入心了 所以再告诉摄地佛 如果有善男之善女人 文事经受持者 你看 为什么有资格成为善男之善女人 就在于他能够听闻到这部经 而且相信 文是包含着信 是是指示代词 就是这部 这部经典 闻到这部经典 能够信寿 而且不仅是信寿 而且是寿词 而且要词 就是实践 支持名号 这是一种 再就是对这个 刚才讲的 六方诸佛的名号功德 以及他的 身处广长实相的这种 这种陈世语 也能够听闻到 也能够相信 好 那么这两种人 就够得上是善男之善女人 那么这样的一些 善男之善女人怎么样呢 都为一切诸佛之属妇 就是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就会保护信念他 那么这实际上是 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大乘的通途佛法来看 能得到佛信念的人 他是要有资格的 正道的同身性的菩萨 就是他破无名的菩萨 才能得佛覆念的 尤其是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如果他忘记了 他因地的愿力 他会在无作妙用 无心用道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种趋向 取证救济涅槃 取证涅槃的倾向性 这时候 十方祝福这时候会 会伸出广场 会磨顶 告诉他 你还要继续修行 不要忘记自己的愿力 让他 九地十地 等觉妙觉 所以这个通图是 同身性菩萨 大菩萨才能得到 祖佛覆念 然后在净土 特别法门当中 我们只要相信了 这部阿弥陀经 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 就能得到十方祖佛的覆念 那么佛是不妄于者 不义于者 不狂于者 能得到覆念 对我们来说 是太重要了 昨晚上有同修提问 我很怕鬼 你在怕鬼的时候 佛都在保护你 你还怕鬼干嘛呀 是吧 你就会非常坦然啊 你就会把一些恐惧 完全就由于 在相信佛 在覆念我的 这样的因念的心情当中 完全就消失了 那十方祖佛都在覆念 我灵命中是无论怎么一个死亡的方法 那十方祖佛它是有五眼圆明 它有大的威神愿力 它一定能够帮助我呀 那么我们得到十方祖佛的覆念 尤其得到释迦摩尼佛和阿弥陀佛的愿力的覆念 那皆得不退转于阿弥陀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大家看皆得 皆是全称代识 就是没有一个遗漏 遗漏的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利益 得到什么利益 阿弥陀多罗三秒三菩提不退转的利益 那么这里指向的也是一个修行的终极目标 崇高的目标 阿弥陀多罗三秒三菩提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阿是无的意思 诺多罗上的意思 三秒是正等 三菩提是正觉的意思 那么这里反映这个觉悟的三个层次 首先是正觉 正就是不邪 觉就是觉悟 这就是声闻所正道的这样的觉悟程度 简别于凡夫 凡夫是不觉 迷的 那么正等 正而不邪 等是平等 这是菩萨正悟的境界 那么上面再加无上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正悟的境界 所以正觉是属于自觉 自觉 正等正觉是觉他 无上正等正觉是觉满 觉心圆满 那么这就是大乘的佛果 对大乘的佛果这一点 在通途教法当中 他在修行常常会退转的 然而在净土一法 你只要相信了弥陀名号 支持名号 你就永远不会退转 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精心动魄的 无量寿经讲 有很多的菩萨 由于没有闻到这个法门 有意义菩萨 退转奥洛多多三名三母帝 退转 就是没有闻到这个法门 就是菩萨的身份他都会退转 还有这个法 这个净土一法很难闻 有很多菩萨想闻这个法门 闻不到 菩萨想闻这个法门都闻不到 更何况凡夫 更何况二成 大家注意了 这个闻是包括信在里面的 不是仅仅听到的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很多凡夫 他也许听到过这个法门 但是他是不是有闻呢 他又不有信呢 他没有 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 那是有叙事的善根的 所以无量寿经有个记者 罗伯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 那是你修过福修过会禅的 闻到这个法门 如果闻到这个法门 你是一毛为奇 泪流满面的人 这都是叙事有净土善根 甚至是他方的菩萨再来的人 他才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形态 一般的人是听到无动于衷的 甚至还会进行诽谤的 他不相信的 你跟他说了很多 他还是坚决不相信的 因为你没有让他相信的理由 他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 精神能够听闻到这个法门 能够相信 他也是多生多节的善根的法路 所以十方诸佛知道 相信这个法门实在太难了 而这个法门又能给众生真实之力 所以十方诸佛 他有一个特别的加持 虽然你还是凡夫都给你赴念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最后 佛是多么语重心长的第三次 劝勉 尸利佛 你们都应当要相信 并接受我的语言 法语 以及上面六方诸佛所说的诚实之语 不要当作耳边疯 不要当作开玩笑的话 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大事因缘 只有在这里面能够解决的 其他的都是没有办法 所以可见这个信受我语是非常重要的 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语言 相信十方诸佛 甚至广常实相的语言 真是不虚 要无条件的相信 要不执不扣的相信 理解的要相信 不理解也要相信 相信就有福了 相信就得救了 于是我们说在这个世间 我们要报福恩 在哪里报 你能够流通这部经典 也能够让大家相信 这个阿弥陀经的信愿 词明求生净土一法 你就在征报福恩了 因为这一点是佛最想做的事情 我们在佛最想做的事情当中 帮上了佛忙 这就是退十方诸佛 也做广常实相了 自信交他信 视为报福恩了 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 劝勉大家相信 如果那个劝勉的人 由于相信了你 传达的这个法语 他成就得往生了 那么好了 你这个劝勉的往生的人 你也能往生 他就有这么大的功能 那由这个相信 这个信心的功德这么大 那当然你的怀疑 你的诽谤的罪过也就很大 它是成正比例的 这个联赐大师曾经有个比喻 比喻这个 如果有一个人 每一天 说一万句 诽谤一万尊佛的话 毁谤的话 每天说一万句 毁谤一万尊佛 那么这样 他诽谤的时间 一千年 那么这样的罪恶 是不是很大 无量无边 罪恶很大 好 这样的入出万年 诽谤万佛 经历一千年的罪恶 跟有人只出一个语言 出什么语言呢 说没有净土 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出这个语言 那么这一个语言的 这个罪过 罪恶 是超过那个前面的 日出万年 毁谤万佛 一千年的 这个罪恶的 百千万亿倍 乃至算数数不能几 为什么呢 十方微成数的主佛 都在 劝大家相信这个法门 劝大家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你竟然说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你就在诽谤 十方无量 微成数的主佛 而且您说 这个没有净土 就阻碍人去念佛求生 就是阻碍人了身托食 阻碍人去成佛 你这个罪过 那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说 没有净土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 细心地去读这些经文 事故摄理佛 如登当信授 我已及主佛所说 这里面真是 慧福之年 是亲主做 释迦牟尼佛 多少的这种悲心啊 他的因例当中 发的五百大愿 要在这个着恶的时间 人寿百岁的时间 来到这个世间 来四千八项成道 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在做这种事情 你们要相信 我说的净土法门 相信了就得救了 这是一代实教的正门法门 八万世间法门 都叫门鱼啊 所以这个法门是 大畅诸佛 度化众生之本化的 九法界众生 离开这个法门 尚不能原成活道 十方诸佛 离开这个法门 下不能普度群盟的一个法门 所以就恳切地希望 摄理佛 余会的大众也包括我们末法的 有缘听到这个经典的人 都应该信受这部经典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请问在《无量寿经》那段经文里 佛陀谈到念佛求生西方 乃是善中第一善 福中第一福 弟子曾经请问过几位居士 但还是得不到答案 好 这个善 有世间的善 有处世间的善 有处世间的上上之善 那么我们念佛 目的是什么 念佛是求生极乐世界成佛 成佛是在始法界当中的至善 那么这个善还包括善根的意思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无论是你的发心菩提 就在生死苦海当中发了一念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 也是上去佛道下发众生的心 你在生死苦海发出了这么一个 要念佛求生净土的心 这就相当于发心菩提 发心菩提到明心菩提 到初道菩提到究竟菩提 就在这佛号当中一览之解决 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实相 就是十方诸佛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 念佛的目的是成佛 从这里去体会 它是始法界善当中的最高的善 无以伦比的善 那从佛来看 佛是佛德 名号当中是具足作阿弥陀佛 无量节 极功累得六度万恨的所有的佛德 他这个所有佛德都凝聚在这个名号当中 我们信愿持名咋把名号的 弥陀的佛德转为我们自己的佛德 这就是第一佛 再加上我们自信念佛的时候 这个当下就具足六度 六度 六度前五度 像这个慈戒忍禄精进禅定 布施 现在布施 这都是修福的 你自信称敬佛号 万元自射 放下就是布施 自信一处就是禅定 这个精进勇猛就是精进度 这些在名号当中是具足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去做点其他的事情 在行善在修福 实际上你能够在家老实念佛 一天念三万圣五万圣佛号 你就是这个世间 福和善修得最好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弥陀名号 具足着至高的善 无量的福 你能够把这个名号的福善 转化为自己的福善 现成享用 现成接纳 所以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念佛行人 就是大乘的第一弟子 不是小乘的行人 好 请现在 弟子现在单身 父母又已经往生了 所以常常去佛堂 诵经 礼灿 拜佛 听经 因为弟子常常觉得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对人生无常 趁现在身体还健康 还可以礼拜 就常跑道场 但家里人不大高兴 朋友也觉得我太入迷 我介绍好书给朋友 他们就讲我 讲我说 没有我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 尤其在家看无聊的电视 为何不能去佛堂 请问法师 何为路迷 我听经诵经理灿 觉得法喜 什么是攀缘 跟同事换班 换休假日 算不算 你有这份修行的热忱 和这样的一个行为 都很难得 家里人和朋友 多大理解 这也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就是 怎么处理你修行佛法 跟世间法的融合问题 融合问题 我倒是觉得 还是作为佛弟子 一定要横顺众生 他不爱听 你就是你自己去修行 谁也不可能阻挡你念佛拜佛 但是对他的那些行为 你也不要去干预他 他认为他做的那些 看看电视 你认为看电视 是无聊的 但是他看电视 看得非常肉迷啊 看点那个 撒点胡椒面的那个小品 段子笑得前中后娘 他觉得高兴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相安无事 你不要以为 你看他多无聊 你也不要这样去讲 因为他的音乐没有到 如果你的修行的功德 智慧上来了 他自然会向你请教 当他对你这么 还说你入迷了 还说你迷信的时候 你不要去指着他 你自己生残贵心 是我自己修得不好 我就少讲一点 我就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对我看我们这边 对对有塞看到 他话太多了 叽叽喳喳喳 讲那么多干嘛 讲的都是 真的是有大部分是无聊的话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打的念头是 虚如法身佛 多念佛 话越少越好 我们的口语 啪啦啪啦 为什么三成不难之时 就是堕弄是非 都是从这里话多开始的 所以你觉得法习 你就诵经念佛 先相安无事 井水不犯河水 你这个做什么事情 他不相信不理解的时候 你也没有必要跟他说 甚至一个寒阳比较好的 表面上都跟他们一样 何光同成 甚至他都感觉不到你在学佛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涵养 慢慢地把他们影响过来 我没有结婚 又没有领养孩子 我只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圣号 我把一切的希望都交给佛菩萨 佛菩萨会不会照顾我呢 难道你有怀疑吗 大狮子菩萨念佛圆通章说 十方如来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五两节以来都像慈母 意念一个儿子样的在意念我们 只不过是我们五两节流浪三界 从来没有意念去意念我们的母亲 你现在意念母亲 不仅意念 而且把一切都交给母亲 这个母亲那是太高兴了 一把就把你抱过来了 你放心好了 有位同修 他已经八关界 他有美好家庭 但是他跟一个三规一的女众同居 请问以后他往生可以到极乐世界吗 这是涉及到戒律问题了 如果受了八关灾界 这是大家注意 这不是不协议 而是不赢了 所以现在大家上次 我这个受完八关灾界 还没有强调这一点 因为你晚上还得回家 这回家你可要注意了 这是绝对不能犯的 那么这个犯了 那你这个罪过很大 但是也可以方便 如果万一你受不了 你可以舍戒 但你不能待戒 待戒去犯 那么这就涉及到 还有一个跟一个女众同居 你这个就是不是犯到了邪淫界 这个时代也众生是挺可怜的 我不知道这位所谓他 这位男同胞受没受五戒 受了五戒 而且他这个行为他就犯到了邪淫界 那是犯根本界了 这个时代的众生的欲望 真是一定要克制 你居士你就过正当的法律 法律许可的婚姻生活 不能约鬼 这约鬼对自己的伤害太大 对对方伤害也很大 尤其在这个社会 这种艾滋病非常蔓延的时代 说不准你就是成了一个患者了 这种风险太大 而且犯邪淫 他就是他命中的福报 就会减损 未来是下三个道的 所以要悬崖 乐马 要自称忏悔 佛弟子一定要守好五戒 五戒是助人的基本条件 五戒不能持 就会失去人身的 如果你这个老是邪淫 淫心固结 你这个念佛也是很难感应道教的 所以如果他不能悬崖 那么还是这样 因为放纵 他就有可能下三个道 一定要把这个厉害关系 跟他讲清楚 还是要三规五戒 认真地去住 五两戒以来的生死 根本就是这个淫欲 我们要咬紧牙关 跟这个淫欲做斗争 你这个你已经居士 已经有婚姻生活 你还受不了 那说明你的意志力 还是太薄弱 这种心太强了 不好 如果对一般的人 我们不作要求 你现在已经是念佛人了 已经是要求生 极乐世界 要去做菩萨的人了 你如果淫欲性这么重 极乐世界还能够收纳你 这样一个淫欲性很重的人吗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当然你最终能够自成忏悔 阿弥陀佛也是慈悲 慈悲不舍任意众生 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好三规五戒 弟子是信佛念佛的 可是周遭要好的亲友 决士多为天主或基督教徒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考验我们 还是我们去影响他们呢 请开示 如果周边都是天主教 基督教徒 首先在宗教上相互尊主 各有各的因缘 你首先站稳自己的脚跟 你不要受他影响 不要一天到晚想到 他跟你宣传天堂怎么怎么好 你信了天主就去了 天堂还有非常微妙的五欲 你不要受他影响 你一定要想到 极乐世界是超胜一切地方的 最好的地方 所以经受考验 然后你念佛念得好了 我们佛弟子只要直接念佛 肯定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生活环境 都会朝照光明的 善的一方面 好的方面转化 这样他会看到我们的转化 以后我们有机会跟他讲 念佛是最好的方法 实际上有转化的可能性 去年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居士 到东宁市 他就说什么 他在马来西亚 就是把我那套信愿形 净土之量信愿形 给那些基督教徒听 听了之后 竟然有很多基督教徒 开始念佛了 你传达给他 说不准他跟佛有缘 马上他觉得念佛好 他就转化过来 我每天做早课时都发愿 身身世世随佛学听闻佛法 我只有在诵经法会时才发愿 愿身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发愿可以吗 需要改吗 发愿很重要 你不能平时的时候发愿 要身身世世在这个世间 随佛学 在另外一个时候 要求生 只是在诵经的时候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要有两个愿 等到你心里有两个愿 到底你灵命忠实 哪个愿走 你跟哪个愿走啊 你如果生生世世 在这个世间 随佛学听闻佛法 你下辈子就投到人道里面去了 那么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就拿灵话来接了 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了 如果原来你不明白道理 还请有可言 你就发两个不同的愿 现在已经在听闻阿弥陀经了 佛是告诉我们什么 几次劝我们 就是发愿生彼国土 所以我们当下 就把所有的愿都归结到医院 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知道你不能 你在这个世间 想生生世世听闻佛法 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你能保证你下辈子就能得人生吗 你就像刚刚这位的 连那个三规五界都做不到 他到哪里得人生呢 所以要知道在这个世间 想得人生比往生极乐世界难 为什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靠佛的接引 靠阿弥陀佛接引 你要保持人生 是要靠自己的五界的 这样的行为 你五界都守不住 你怎么就可能 常识佛学听闻佛法 等到你到阿弥陀余去了 你受苦都来不及 你到哪听闻佛法 谁来跟你讲佛法 所以赶紧就是发愿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唯有到了极乐世界 你听闻佛法 才能真正的达到目标 这时候你能够分身无量 到十方岔土 能听很多佛讲经说法 同时在极乐世界的本土 阿弥陀佛 观音师 日为你讲经说法 连水生 风生 鸟生都在讲经说法 我们说了这么多 你听闻佛法 应该马上升级神往之心 我原来到极乐世界 是常随佛学 听闻佛法最好的地方 你还不改变过来吗 就不要随便发愿了 求生极乐世界 之前发心吃素 但后来因某原因 请问如果有人开灾破戒 会有什么后果 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我们可以用何办法 帮他重新吃回素 而这破戒会影响以后的修行吗 如果仅仅是没有吃素 这道没有破戒 没有这么严重 因为在五戒里面 并没有要求吃素 只是要求你不杀生 不杀人 是鼓励我们吃素 如果受菩萨戒 他是要求吃素 因为食肉者断大慈悲肿 那无论怎么样 我们念佛行能尽量做到吃素 如果万一做不到 吃三斤肉也是可以的 或者初一十五 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吃素 慢慢过渡到吃全素 所以这里面能够吃素 是好的行为 不能吃素 也不一定就有很严重的惩罚 他没有破根本界 是这个意思 我已经五十岁了 我应该修念 还是找对象结婚 你都年已半百了 这个世间无常 你在这里再昏头昏腦干嘛 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吧 你正好单身逍遥自在 单身贵族 念这个珍贵的佛号 求生珍贵的极乐世界 一切都那么相应 那么同沟对应 我建议你还是念佛求往生比较好 当然有特殊的因缘又当别论 没有特殊因缘 你不要老是到婚姻介绍所去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